大家好 我是爱丽丝 马上为您播报 3月5号到3月11号 本周星座运势 首先来到本周的米洋座朋友 职场健康和情绪环环相扣 所以凡事不要超资过急 免得做了白工白费心机 你时时刻刻都想出尽风头的特质 却遇上了有一些心事闷着不说 不只影响你的职场 感情方面也深受影响 要适当的抒压 才能够厘清问题和彼此关系 金钱方面 3月份开始好转 请留意聚会和健康方面的支出有增加 本周金流色的朋友 有一种难得一见的消极状态 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 而繁荣的失误 也让你累得不升负荷 压力大到回到家 鞋子都懒得脱下倒头就睡 要设立全新的目标 就能够重燃热情活力 财运方面贵人运旺盛 有机会触及掌官上司的朋友圈 桃花也是这样开始的 感情的部分 你开始想要独处沉淀 不希望你一半来打扰 整理好思绪 就要 赶快出来见能哦 免得对方要高唱九泽的想太多 本周双子座的朋友 职场上的一些小麻烦啊 逐渐化解哦 但你心中可能会萌生退役 想要转换跑道 多学习新知 掌握市场趋势 对自己的下一步发展 才不至空手回程 金钱方面 少破财之后 财运就要逐渐回升 感情方面 不自觉陷入和他人幸福比较的漩涡里 记得 只是呢 你深深爱着的都是最好的 本周巨蟹座的朋友 职场上的战斗力 获得一番提升 工作量攀升 再再考验着你的实力 以及再次晋级的潜力 请保持清醒的头脑 正面的迎战 所有的挑战 你的从容不迫 散发一股不凡的魅力 也深受大家喜爱哦 因此桃花运势旺盛 爱的轻松不费力 也是你本周的课题 金钱方面 留意破财 本周狮子座的朋友 一向意气风发的你 开始在乎他人 用放大镜 或者哈哈镜 在审视你的表现 甚至评价你的专业 你的自尊心 备受考验哦 扩大自己的心量 包容所有的声音 只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逆风而上 所有的音符 都会变得悦耳动听 财运方面 若不敷出 而感情的部分 保持心平气和 好好感受 幸福相爱的温度吧 本周 初女座的朋友 你的生命力 非常强韧 保持真心正义的 付出努力 有助扩大 你展现才华的舞台哦 对身关加薪 都很有帮助 财运方面 留意开销 及破财的发生 而感情的部分 若市场 为小事 争执不休 那就要收起 犀利的言辞 不让关系破裂 以及恶化 这也是一种 维持情感的方式 本周天成座的朋友 职场上的时局动乱 你人不死心的奋力向前 别让事业上的风暴呢 蔓延到你的情感关系上哦 免得啊 影响了不必要的 纷争以及伤害 金钱方面 投资财运旺 开销颇大 而感情的部分 芝麻御豆的小事 也会影响你的不舒心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帅气的 去约会赛心 让阴雨天快快退散 你的心也要除旧不新 本周天蝎座的朋友 学习运啊 考试运 还有贵人运都上扬哦 记得断舍离了 不属于你的贪恋 放大你的格局与视野 不拘力在小细节上 一切从头开始 反而万事亏通 财运方面想要有收获 家庭的支出增多 而感情的部分 若是持续的减不断 当然理还乱 怎么去迎接下一站的幸福呢 有伴侣的朋友也相同哦 本周射手座的朋友 职场表现颇受好评 你对自己的专业 与硬实力却不胜满意 冷静的去思维 还欠缺什么 还能提升哪些技能 你将会越来越能够独当一面咯 金钱方面正财上扬 开始务实的规划 而感情的部分 压抑心事 只会让问题更严重 你的不安油然而生 这说明你在乎 那就好好专注在彼此的爱里头 温暖交流 享受幸福吧 本周摩羯座的朋友 处在特殊节奏的领域中 对你来讲是十足的陌生 也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感 有一种硬着头皮 上战场的感觉 但是你仍然不负众望所归 也迅速的掌握成功的经验 而财运方面正财上扬 适合重新理财规划 感情的部分 勇敢说爱勇敢表白 无论单身与否都能够增进彼此情感 本周水瓶座的朋友 即将迎战全新的挑战哦 或是接触全新的领域 对你的职场生涯起了不少的变化 内在的动荡不安 也反映在你的脸部线条上 所以莫担忧放轻松 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财运方面正财运上扬 偏财小有获利 而爱情的部分 相处遇到了瓶颈 影响了你的心绪不太美满 单身者桃花运是不错哦 本周双宇座的朋友 你对跨界或者是一些化领域的专业 产生了兴趣 要把握契机去学习和进修 保持沉着稳健的步伐去努力 低调行事做好万全的准备 一定能够获得经验全场的赞赏 财运方面逐渐好转贵人运家 感情的部分 别让亲友收入太多 毕竟感情是当事人主观的相处和感受 旁人只是你倾诉心事的出口 以上就是我们3月5号到3月11号 12星座本周运事 爱丽丝耍心机 我们下次见